今天是冬至 有酒楼和街市当返就说 市民造捷洗钱给去年豪爽 例子军报道 冬至大过年 不少主妇一早买菜准备造捷 物价贵了 但他们都说造捷不省得 喜欢吃什么买什么贵就贵 鸡是造冬的必备送菜 有鸡饭说 龙缸鸡买100元一只 比平日贵一成都还有生意 但有萧纳店就因为猪肉来货价贵 影响销程 因为你不加价 根本做不到 加价之后你觉得生意反而少了 少了 是少了 消费低了 也有海味店 今年的盈利比去年上升了一成 不想自己煮 很多人都会来酒楼这边做节 负责人就说 今年想订桌也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过几星期前 这些桌子就已经订满了 虽然是通胀 但是因为冬比年大 所以每个人吃饭都会开心一点 比较豪爽一点 他预计营业额会比去年多一至两成 无线电视记者黎哲军报道 就把这个摸态换酱都会开心底 然后推白了 自己的铁区 我们来去